各位蘋果升級的醫會員 哈囉各位蘋果升級的醫會員 大家午安 我是主持人雅萱 歡迎收看今天的videotalk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好痛抽筋的時候要怎麼辦 而且抽筋就是突如其來會讓你覺得 實在是痛不欲生在地上哀嚎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到了 聯興運動醫學中心的周佳穎醫師 來到線上來跟大家解答 我們先歡迎周佳穎醫師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聯興運動醫學中心的周佳穎醫師 大家對於運動傷害或者是運動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請問我喔 好我們謝謝醫師 那接下來我們有邀請到兩位也是愛運動的來賓喔 嗨大家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在電視台上班的熊少好 可以叫我阿熊就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瑩 我是大學生然後也喜歡打球 很高興可以來這個節目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就先來問一下周佳穎醫師說 欸那為什麼我們運動的時候會常常出現抽筋的現象呢 喔其實呢抽筋它目前的激轉呢 目前並沒有很明確的定論 那比較被常接受的一個假說是說 我們的中樞神經然後它對於周邊的運動神經源呢 它有分成興奮性訊號跟所謂的意志性訊號 那今天呢當這個興奮性跟意志性的訊號 它一個失衡 就表示說我們的興奮性的訊號 遠遠大於意志性的訊號 然後呢我們的肌肉呢就會強烈的收縮 那這種狀況呢就是我們可能自己呢 沒辦法說好好的控制它 然後讓這個收縮緩解 那就是我們常見的一個抽筋的一個狀況 我的部分的話是 現在大學可能就是練球會比較勤奮 然後我們通常前面會先 就可能超一下體能 超一下體能 然後之後再進行全場5-5 然後在那邊跑動 然後如果有時候前面真的練特別累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小丑好像 小腿好像一抽一抽這樣 那打球之後就是大家打很累 然後又跑很多次快攻的時候 也是會覺得小腿好像 有一種快抽筋的感覺就很緊 可是又覺得好像還能跑 然後最後上籃還是什麼一落地 就會直接打抽筋 所以呢我通常都會說如果抽筋發生 第一步的一定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放輕鬆 先深呼吸個兩下 然後接著呢 其實你真的是要靠著你的 就是你要看是你哪一塊抽筋 比如說你是小腿的前側 小腿的後側 大腿的前側 大腿的後側 然後之後呢 要把那塊肌肉呢 做一個伸展的一個動作 那在生長的動作下呢 我會建議說如果說你們真的覺得很痛 那一定要搭配呼吸 尤其是在吐氣的這一塊 就是因為當我們呼吸很急促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交感神經比較興奮 當我們呼吸開始緩和的時候 我們副交感神經比較興奮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有幫助肌肉放鬆的一些效果 那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都是要怎麼去處理 就是抽筋後的善後或是舒緩 但有沒有可能是 我們在先前就可以去做預防啊 那先前的預防上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定就會是熱身 我們會很鼓勵說就是你的這個熱身呢 你除了就是讓你身體的肌肉熱起來 血液循環好 會緩解抽筋 然後呢一定要把你今天運動的時候 會用到的關節做大角度 慢慢把它角度拉大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呢 事後的收操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們像我們在照顧運動員啊 我們一定都會跟他說 你去看頂尖的運動員 他們是花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在做一個收操 因為這個收操呢 主要就是讓你的肌肉 然後恢復它的柔軟度 那讓它應付隔天 或者是接下來整個人的訓練 就是想問說 因為之前打球 然後聽學姐說 就是如果你很會抽筋 就打球之前吃一根香蕉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用耶 有沒有方法是吃什麼東西 比如說鈣 那含鈣的食物呢 比如說像是芥菜 牛奶 豆漿 豆腐啊 綠花椰菜啊 芝麻啊 這些東西 那一些鈣夾啊 或者是香 那可以有一些水果類 或者是香蕉 柳丁啊 這些 還有優格啊 他們其實都是很好的來源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周佳儀 是來為大家解答 那也謝謝兩位來賓喔 那我們Videotalk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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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